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Easy Madarin 最近中国很流行City Walk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去走一个三公里的City Walk 来看看广州的老城区 话不多说,Let's go 我们现在在的这条路是同福西路 那刚刚走完这条路之后 你觉得这条路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我觉得就非常的老广式 然后有很多骑楼都保留下来了 不像我们家那边 就很多现代化的那种装修风格 这边就比较复古一点 对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保留了广州 好像比较传统,比较老的建筑 然后这不像大多数我们在中国可以看到的那种公寓楼 所以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它会让我看到这个城市的历史 所以是推荐给大家的一条道路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周头嘴公园 那么我们在这边可以看什么和干什么呢 首先这就是一个在广州会称之为叫做口袋公园的地方 一般口袋公园都小小的在你居住的社区附近 然后你可以到这边来跑步啦 或者是来野餐啦 然后这个公园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在于 在春天的时候它有很长一个街道会开满黄色的花 那个是黄花枫岭木 然后你知道这边这条河是什么吗 长江的下游 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 但是这边其实是珠江的后航道 但我不知道长江和珠江之间的关系 应该不是同一个流域 然后很可爱的是我们刚刚有看到 就在这个河里面有人在游泳 对 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身后有很多的人 他们在骑单车或者他们在唱歌 所以这样一个小公园 我觉得也很适合大家在天气好的时候来行走 很休闲非常好 现在我们要非常隆重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是我们身后的这一个白色的建筑 它的名字是什么 白天鹅宾馆 那白天鹅宾馆在广州本地是非常有名的 那它最有名的部分又是什么呢 听说是广式早茶 对的 因为本地人好像会觉得白天鹅宾馆的广式早茶做得非常好 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吃过 然后他刚刚跟我说他也不会请我去吃 所以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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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有空来广州的话 可以去试一下那边的早茶 我们刚刚从周头嘴公园出来 我们待会就会从后面那条桥然后过去杀面 对的 然后大家现在看到我们旁边的这一条河呢 是珠江的前河道 那如果你有时间然后也有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在我们身后有一个码头的位置呢 去坐邮轮 可以在这边在邮轮上慢慢地看珠江的风景 而且你也可以晚上来 晚上的风景可能会更好 你喜欢今天的视频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们的点赞哦 另外你也可以收藏我们的频道 当然我们也欢迎你来成为我们的会员 每个月只要五欧元 你就可以获得我们所有的学习资料 非常的超级 快点来加入我们吧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杀面了 你觉得杀面怎么样呢 我觉得首先它的建筑就很好看 很像西方那些建筑 跟我们刚刚在同福西路看到的棋楼很不一样 对的 因为杀面的话呢 它相当于是珠江上的一个小岛 而这个地方一直以来就被用来作为商户 或者是外国银行啊 洋行的所在地 所以这个地方会有很多外国人的活动 使得这边的建筑也是带着非常浓厚的南洋风啊 或者是欧洲的风格 那现在的话呢 你知道现在大家会在这个地方做什么吗 拍婚纱照 刚刚有看到 对因为现在杀面已经变成了一个热门打卡地 所以就很多年轻人会在这边来拍照 然后这个地方本身我觉得也很惬意 因为你听得到吗 现在有很多鸟叫 鸟叫 对 然后其实如果你沿着杀面的外围走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珠江 所以这边风景也非常的美 但是我得说 现在好热 真的好热 35度左右 现在有 对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你真的要来广州做city walk的话 比较好是春天和秋天 现在我们踩着夏天的尾巴 要进入秋天 但实际上还是非常的热呀 因为今天太热了 所以我们来到了广州这边的糖水铺 来吃他们家的糖水 我们刚刚点了一个芒果冰沙 还有绿豆沙 糖水如果按字面意思是sugar water 但是在广州的糖水铺 你可以点到酸皮来 还有炸牛奶类似的传统美食 还有你可以吃到 蒜香鸡翅和薯条等等小吃 所以我觉得广州的甜品铺 准确的来说应该是小吃店 如果你也在广州做city walk 感觉到很热 不妨也可以到街边的一些糖水便 里面吃一下他们的沙冰啊 还有传统美食哦 我们现在是在乐剧博物馆 然后很幸运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真正有人在戏台子上进行表演 那乐剧博物馆的话是我们今天行程的倒数第二站了 然后呢你到这边来除了可以看到非常古朴的建筑以外 很重要的是这边的博物馆里面有空调 你可以稍微凉快一下 我们现在在的呢 是李小龙故居 但是实际上我跟Yoyo在来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李小龙应该是在美国出生的 应该他算美籍人士呀 后来我们看了简介才发现原来说 这一栋房子是李小龙先生他们家的父辈所居住的房子 所以算他们的祖屋 但是叫房子呢可以很好地体现广州本地的房子格局 所以如果有空的话 你也可以来看看李小龙Bruce Lee的祖屋哦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叫做永庆坊 之所以这个地方会被开发出来的话呢 是因为我身后的这一个骑楼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一条街 它会有一个屋顶大家可以在里面走 这是因为在广州这样的地方它常常下雨 而在夏天的时候呢太阳又非常大 所以这样的骑楼可以使得人们在下雨天的时候 依旧可以在屋檐下走路 然后如果在太阳非常大的时候呢 也不会觉得特别热 而我身后这条街呢是恩宁路 恩宁路被广州视频为最美的骑楼 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话走我们这一条Citywalk的路线 你就可以经过广州最美的骑楼这条道路 而在这个方向的话呢 因为恩宁路的存在 所以这个整个区域被开发成了永庆坊 有非常多的小吃啊 手工艺啊 包括我们刚刚有看到的乐剧博物馆 都在这个区域 所以如果你只是过来 好吃好逛好玩的话呢 这个区域真的非常适合大家来看 我们今天其实只走了Citywalk里面的一半路程 对了而且其实我们今天并没有向大家展示 像是广州塔或者是广州省博物馆那样 气势辉煌的建筑 相反而我选的是一个我自己在广州 非常喜欢的一条小路 可以看到很有特色的广州的老城区 也可以看到很多广州有名的吃的餐厅 以及一些小店 那当然我们今天走完全程之后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哇好热 真的好热好热 所以如果以后你要给别人Citywalk的一个建议的话 你会怎么 就是你会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就不要去Citywalk了 对所以其实在广州 广州属于一个比较偏南的城市 然后它的夏天可能是从4月份开始 一直到可能10月底才会结束 如果你要做Citywalk的话 我们强烈建议你应该是在春天或者是秋天去做 OK还有别的一些什么别的建议吗 在今天走完这条路之后 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我觉得可以多买几瓶水在走的时候 因为真的会很热 然后你会爆汗 然后出很多汗 就需要及时补水 不然的话你很容易会中暑 对这个也是我觉得是大家要注意的 那今天找了这么多地方以后 你觉得哪一个地方让你觉得最有特色 或你最印象深刻呢 就是刚刚那个国家戏剧院 我真的觉得很幸运 就是刚刚好可以看到他们在表演 就很难得 因为你平时如果普通平常时间来的话 一般都是看不到的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觉得此刻是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时间 你又下班了吗 不是下班了 是因为我们坐在路边就这样 如果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视角的话 我们前面五米之外就是在繁华的街道 然后所有路人在经过我们的时候都在看着我们 我们就这样坐在街边然后聊天 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本土的广州人的一种气质 就是随性 然后舒服 随地可以坐下来聊聊天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不知道这只是我们的感受 所以你心中的广州人是什么样子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或者你也可以把你心目中你所在的城市 非常适合Citywalk的路线 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分享 那希望以后我们可以做更多有趣的Citywalk 然后今天的话呢 我们的视频就到这边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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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辰我芳菲 一群百歌 为你选那一枚 大难言 何自在树山茎 星辰飞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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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辰飞泽